诶 欢迎收听一家一电台 今天来到了EPE83 我是林 我是一丽 可以解释一下 刚刚那个片头是怎么样吗 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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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是什么 那歌啊 12强 棒球12强的时候 台湾熊羽 应援曲啊 哎呦这首歌喔 大家都在后面 呜呜呜呜呜呜 连日本人都会了 你不会 我不会 哦好累哦 那我们刚刚看完那个 12强的比赛 台湾 获得了冠军 哇好激动哦 天呂� 掌声鼓励真的太厉害了 我其实是一个 一日球迷 一日球迷 没错 但我以前确实是个棒球迷 我从武专看到大学 我们以前约会还有去天母棒球场 就是帮兄弟像 加要打气 对 但我们那时候有一次 经典赛的时候我们在一起 然后那时候找不到地方看 你知道我们后来去哪里看吗 你还记得吗 我们去心意休息三小时 开房间 是我吗 你确定是我 我怎么没有这个异象 对啦 是你啦 是我 对啦 等下再对答案 我好不确定 你就跟我说是你 是我 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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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我们那时候就是 看球赛看到这样 我其实觉得有点小感动耶 我现在有点感伤耶 因为我再看机遇是没有的耶 你忘记了很久远了 就是你好吗 就是我 我没有任何一任其他女朋友了 好 就算有他们也都不喜欢棒球 所以我确定是你 好 我也没有超喜欢啊 但是你有跟我一起看球赛啦 我有跟你看过球赛没错 我觉得有点小感伤是因为 我其实有很多很喜爱的球 球员 然后他可能打了经典赛打了 打了两三次 但他都没有获得冠军 就是其实台湾 永远都是在冠军的边缘 然后这一次呢 因为我其实有过一阵子 没有在追球赛了 然后 因为反正已经打到冠军赛 我想说我来看一下 就一看就发现 哇 哇 全部都是身面孔耶 你的手面孔都在 都在教练团了 对 例如宏毅 那个 彭正明 恰恰 然后王健民嘛 王健民是我大学时期的那个 追星的人 球运 你是他球迷就对了 对对对对 然后反正 就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教练区了 然后你看他们样子 真的也已经老了 然后这些新生代的人 看起来就是大概25到30左右 非常的年轻有活力 笑什么啦 我在笑你这个 这个讲话方式 真的好像长辈哦 你真的老了耶 我觉得这些球员 看起来是非常年轻 跟我们现在差不多 对啊 年纪 我以前在看球员 都觉得那些老人在干嘛 终于换到我们这代了嘛 换到我们这代来打球了 应该是不是马上拿一个冠军 突然间变一个个性是怎样 换一个身份地位 然后来聊天 没有我是真心觉得 就是以一个教练团 他们就以前就是打那么多球赛 然后没有拿到 但是来到了冠军赛的时候 来到了那个教练团的时候 就拿到了 然后我觉得那个心里的那个 感受一定很不一样 如果是我就会觉得 虽然很开心 但也有一点为了觉得自己很失望 这样 为什么大家一定都是干 就是开心的啦 不管是谁 只要是台湾奪冠冠 对 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教练团 他们的思考的东西 一定有更多元 他一定会想到之前的往事 这样 这不是我们可以想的 我也可以蛮感伤的 就是如果说我呢 真的是很迷很迷棒球 甚至是跟棒球相关产业 可能工作或干嘛 有跟一些球迷 跟一些球员有接触到的话 说不定我现在就是那些 夫人的嘛 对不对 这也是挺感伤的 OK 谢谢你哦 你有可能是啦啦队 上一辈的啦啦队 我没有啦啦队 我要当夫人 你要当 一般要当夫人 就是要先从啦啦队 我幕后啦啦队 不一定啦啦队的人 就会变夫人啦 好啦好啦 总之就是这样啦 非常的感动 就是台湾终于赢了 因为以前最常看到新闻写 就是衰败游龙 四海游龙 然后隔天就要去四海游龙 吃过天 还好今年终于不用了 明天吃麦当劳 要明天吃摩斯 为什么 摩斯怕嘎 因美国吃麦当劳 因日本吃摩斯 OK OK 可以 好啦没有台日友好 好啦不讲就是开心的棒球了 我要讲令老板很久没有感力顺了哦 对我觉得科技就是这样子 其实应该是有在进步 只是因为我对这个主题其实有点偏 要么就是苹果 要么就是特斯拉 你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上次那个 正男又求我说 特斯拉好无聊哦 蛤 正男可以这样子说老板哦 他没有把我当老板 他要把我当朋友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话很中肯 是哦 所以我就听进去了 上次他也跟我说 那个音乐要放在中间 不要放最后 我也是听进去了 你现在把所有的一切都 挂在正男的身上就对了 没关系 今天没有咖哩 有咖哩顺 哇 好来 你的咖哩顺的主题是什么 不要我觉得咖哩顺 咖哩顺 大家用听的听起来 根本就一样的东西 对啊 咖哩顺跟咖哩顺 念太快就会一样 啊 我有一个 那以后我的这种专题呢 就叫做 你里咖哩阴呜呜呜呜 超喜 可以吗 那你先说这个主题内容是什么 好啦 就是前几天我才看到 有人在讲Threads的演算法要改了 你知道 那我有时候会蛮喜欢滑Threads 就是以前的那个社交平台的滑的占比好了 假设我一个钟头里面的话 我可能有30分钟是IG 然后20分钟的什么D卡PPT之类的 然后10分钟就是去滑一个网站 嗯 这是我在可能三四年前的概念 但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钟头里面 我40分钟会不好心在Threads 然后20分钟在IG 有那么短吗 我是说如果是一个钟头来说 那讲一个正常的 你一天大概会花几个小时在Threads跟IG 我不一定 我只要 你这样看嘛 你先说看 那你这样还要把漫画跟动画放在里面 好那你都算进去 我们先听一下你的预估你一天滑多少 我预估Threads应该是两小时 IG应该是一小时 漫画应该是一小时 动画应该是一小时 然后里面竟然没有YouTube 厉害吧 厉害 好那你手机就 我不要看那个啦 马上来搞证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体感时间过得有点快 我不相信你的时间有这么短 你说荧幕使用时间是不是 在哪里啊 在哪里 我看到了 荧幕使用 好 来我念你的 来给我念 但他没有出来啊 你有关起来是不是 我不知道 哇 你聪明耶 你看我现在才8秒 App 对啊8秒啊 好无聊 哦你停用了啦 你根本就没有开 我现在换新手机的时候都没有开啊 哈哈不准把他就听我自己讲 对 反正呢 我就是很喜欢划threads 因为比起图片的东西 我是更喜欢看文字的人 我觉得我这样子文字资讯和吸收很快 然后threads的话 它也可以打破我的生活圈 会打破我的舒适圈 就是我可以看到一些奇奇怪怪 我根本没有追踪的人的一些话题 我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最近大家在聊什么 所以我就会follow的很快 像是说吉卡娃 其实我也是在threads的话 发现大家很喜欢这样 然后我才会知道说吉卡娃 现在大家那么红 也过了 过了一个风潮这样 然后最近 他要回归成 IG的推荐模式了 其实我好奇 IG的推荐模式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 他那个官方的人员是说呢 他会优先显示账户 你现在关注的内容 以及减少陌生账号推荐内容 同时呢 threads也计划在2025年 导入广告的功能 你知道我现在IG很讨厌开起来 就是FB跟IG开起来 每三次就是一个广告 两套杀 他就是一直不停的 有一些赞助的那些贴文出来 有些是我之前可能在 跟你聊天的时候聊到话题 他就会赞助出来 他就偷听我的iPhone 偷听我在讲什么 还是你偷查 有时候他根本会追踪Google 你的搜寻机 也有可能 不然就是一些 我常常逛网拍的一些广告 蛤 我觉得这样好讨厌哦 是因为我觉得 trace就是跟IG 现在可以分得很开 是因为IG他就是 有追踪你的 他会看你的东西 而且我都有追踪 我也看得到 我就专看我的好友 可是IG现在也并不是 都是你好友 他很常会推出一些 你没有追踪过的reels 比例偏少 但是我觉得这样有好有坏 好处是你可以看到 你朋友在干嘛 但是我觉得trace他就是不一样 trace就是想让我看一下 其他人在说什么 但如果他今天改成是 有加你好友的 你才看得到他在说什么话 所以你有追踪了 你有追踪了 那我这样是不是又没办法 知道一些新的讯息了 对啊 就是这样 然后我又回去我的 脸书看 脸书就是一些好讨厌的 新闻媒体 才能耸动标的 其实大部分是新闻或者是广告 所以FB我现在基本上是没在看 我已经准备要删掉了 我们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还保留着FB 不然其实基本上FB我根本不会看 但是如果trace也变成这样的话 就变成说 我可能之后又会重回IG的怀抱 如果trace之后突然间 我看每两三个文字 下面就一个是广告的话 我觉得好烦好累哦 你的广告都跟IG重叠了 那我这样子我看屁哦 欸trace他也是meta的 然后IG也是meta的 对啊 然后FB也是meta的 为什么他就不能留下一个 例如trace 就留原本的样子 不要塞广告 你钱也有赚够了嘛 因为他是商人吗 他要赚钱啊 你总要留一个让大家的出口嘛 你这样子用上去 然后之后呢 你当他做三次 之后他又要再开一个新的平台 然后大家要在移到那边去 你知道搬资料很麻烦耶 你这个不可能 他以一个商业人的角度 他做这一个平台不赚钱干嘛 他一定是把这些 使用人口养起来 养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开始偷广告啦 而且我这样之后 就不能再trace海巡耶 我海巡就看不到那些文章 我现在喜欢trace是因为 我不知道他都会推 跟一加一有关的东西 或推我本人有关的东西 因为你的演算法 你是不是要偷查自己 所以他都会推给你 对啦 我会查一下大家对我的评价啊 然后反正我现在首页打开就是会在 如果有讨论到我们就会 一定会跳出来 那这时候我就会去留言 OK 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没办法海巡了 你也是可以吧 你就把那些长留言的 你都把追踪起来 我海巡神器就没有了 唉 这磁弹真的是 那你要再一个预言吗 预言明年会不会有新的app推出 呃 其实我觉得不会那么快 因为现在真的平台有点太饱和了 你知道这真的是你预言成功出来的 这是我在2024年预言25 2025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星星的 20232024吧 20232024的时候 预言说有一个星星的社群平台 然后会引起大规模的注册 很多人会使用 甚至可能会取代IG 对不对 甚至会取代FB 我应该是讲FB 不重要 反正你就是成功 反正我成功了 我比那个什么谁啊 那个什么谁 那个谁啊 你要讲谁 那个印度人 好 什么什么谁啊 还准 你是喝醉是不是 没有 忘记谁了 好 反正就这样 但因为我觉得 呃因为才近期会推出 我那个时候会 会说有这样的预测 是因为我觉得 社群台到一个饱和期 就是大家已经有点爱用不用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 会有一个新的平台崛起 然后大家就会踊跃的去用它 因为你已经在那个原本的平台里面 找不到乐趣了 那Trace他就刚好填补了这些人 所以大家都移驾过去 但我来想像Trace如果要放广告 会变得很杂 因为他大部分人都是打文字 我觉得他 我喜欢他就是因为文字多于图片 多于影片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一两个月 图片跟影片越来越多了 大家就是很蛮容易 会从IG搬迁过来的 因为他分享快 他可以直接一键 就直接分享到Trace 对 但是不推荐这样是因为 Trace他的演算法其实就是 去抓文字的关键字 但如果你今天是影片的话 他就抓不到 所以打很多文字的人 在Trace是吃香的 不是快很准一两句话那种 这个是适合在IG的 IG最不适合打一堆文字 IG不是图片为主吗 对 图片为主 但是有些人会可能业配的时候 他一拉开 哇 常常像打论文一样 我从来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完过 那Trace里面满坑满谷很长的句子 你就看得完 我反而会看 可是Trace其实他一篇文章 是有字数限制的 你知道吗 多少个字 没有 就是你超过了以后 你就要接续parts 或者是在留言打 这个我还好 因为我平常不可能会打那么多字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完的那个字数 也是大家平常可能这个字数的极限 他也不算很多字 但算很多啦 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 社群就这样讲快嘛 好啦 反正我希望他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就是广告真的不要加太多 然后还是可以让我选择说 我要不要打破我的同温层 或者是就只看我有追踪的人吧 你应该可以用选择的方式吧 不知道 算了 反正下一个话题 这么快喔 对 所以你的咖喱顺结束了 你的咖喱顺其实也跟科技有点相关 他是莉莉咖顾 因屋情屋 所以是跟大家现在的时事的 因屋情屋 OK 因有尽有 对不起 我会讲台语 会听台语 但我台语讲的很烂 OK 所以什么都可以聊 OK 什么都有什么卖 什么都不奇怪 以利 这样 你不要把一堆广告词 综合在你的主题里面 我现在资料库里面就只有这些广告词 好啦好啦 好啦 反正我觉得人真的要让自己休息 我今天跟昨天有明显感受到我的头脑要炸掉 他真的是会有一种电锅快要蒸好了以后 他那个里面气体很多 就开始 呼 然后 要起飞的感觉 我昨天真的有我的 头脑快要 脏开来的 那种想法 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一定要休息的 原因是因为 我们本身 有一两个礼拜可能是稍微 比较休闲的时间 但那个休闲也不是 就是我们 不是一般上班族的休闲时刻 他还是算忙的 只是我们可能跟我们以往的工作比起来 可能稍微可以喘息的 对 就是至少我们可能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间晚 我们六日是可以休息的 放假 跟大家一样放假 但就是也是有几个礼拜 就是你 事情易到假日才能做 我们这个礼拜就是属于这样 因为我们只要出去一个拍摄 最后一个企划就两三天过去了 两三天过去完了以后 我们那三天的工作量 我们就要把它往后移到 后三天后十天吧 一个礼拜就这么七天 工作日也就五天 所以我们大概六日就只好拿来 就是做我们一些没有做的事情 例如说赶快拍一些原本该拍的东西啊 然后写脚本啊 然后回信啊 什么什么的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做 我星期六就是 真的炸掉 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突然间 我们明天下个礼拜 又要发了一个可能全球首发的某一个东西 对 就是令老板开启了他的3C开箱之路之后 就很多时候就需要去抓时间跟首发 对 首发其实他时间很短 就是他可能可能最多 我遇过最多就是给你可能两个礼拜钱 可以拿到产品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写脚本 然后拍摄 然后在那个时间上线 他们解禁 也就是他们解禁的时刻的时候发表 对 然后今天这个 你继续对不起 对 然后反正这个时间都非常的赶 因为我们一般的可能一个影片 他制作的时间就是至少要一个礼拜 还不错 一个月 因为这影片包含了剪辑嘛 还有脚本嘛 拍摄这些 然后还要可能如果是 沟通 跟品牌合作的话 要来回沟通 对 然后反正这种首发就是说 基本上压缩到 一到两个礼拜而已 对 然后因为这次的商品有点 delay了 就是 他太晚寄来了 他星期四才寄给我们 我们就知道哇塞 怎么办我们根本炸掉了 我们下个礼拜就要翻 所以我们只好就是透过 昨天今天 也就是星期六星一天的时候 赶快要拍完 我们大概这两天 我们干掉了四个大洋的工作 我真的要炸了 我真的是疯掉那种 我就昨天晚上大概八点吃完饭了以后 我就跟令老板说 不行 我要关机了 我再不关机 我要发疯了 重点是没办法关啊 没有 我就说我不行了 我真的要断电了 我真的头很痛 因为真的是一个高压的 然后一直一整个礼拜都这样 所以我不行 我不能再动我自己的脑了 其实你不管是 跟人家谈一些 可能拍摄的东西也好 或者是回信 回说要不要合作 然后干嘛干嘛那些好 其实虽然不难 但是都是要动头脑的 你就是你只要沟通 只要谈话都是要动脑的 要一直协调 然后看有什么更好的做法 对 所以我就是头脑已经 有点过热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关我自己机 我要关机了 然后我就跟令老板说 不要再跟我说话了 我要关机了 我要进房间了 我就躺在床上躺平 然后开始看我的漫画 或者是看我的一些 一些剧这样子 然后结果 看一看看一看的时候 我想不行 我已经delay 那我下个礼拜要去的地方 我还有一些店家还没有查好 所以我就就是 电脑放着看剧 我手机又开始在查 那个Google Map 你知道吗 然后我那个一瞬间 我查半个小时 不行了 我说我自己要关机 我怎么可能又开始又工作了 我这不要再做件事 我就把手机放旁边 这是让我很焦躁的事 就算再怎么忙 还是要让自己有 可能周休一日或二日的空间 不然你说 你很忙很忙很忙 其实到最后 工作品质跟生活品质都不好 其实我刚好跟伊丽相反 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好像蛮喜欢工作 但是我不会称它为工作 我好像已经把它变成 是我生活中的一环 像我前日最忙的时候 其实是苹果粥结束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是一直炸开 你相对还好 没有 我那时候也很炸 我要帮你们协调 对 反正但是 但是那个时候算是我 近期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 但我那时候很享受 在那个氛围里面 然后我就会觉得 每天都有事情 从早到晚 我都知道我要干嘛 然后就会 就会随时处于一个非常亢奋 然后但是又觉得 很充实的生活 虽然到了第四天或第五天的时候 突然间会有一种 就像你刚刚讲的 会有点没电了 好像真的要休息 但我还是喜欢做这东西 只是身体已经好像不允许 或是头脑不允许 需要关机一下 那我就好像没有那种 一定要把工作分开的感觉 所以导致这个状态下 我很常会突然间 跟伊丽讲工作的东西 然后但其实我 我没有认知到 对你来说其实是工作 我就好像是在聊 我们好像可以来拍什么东西之类的 不是 其实我跟你工作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我拍摄 我们一起拍东西出去玩 这些东西 其实就边拍边生活边玩了 对我来说 他也不算是真的是在工作 但是我有前期 就before跟after的作业 例如说 我前期要去安排的计划 我要去走哪里 然后我要去跟客户对 后期我要 你们影片拍完剪完了以后 我也要去客户对说 哪里要对哪里不对 然后文案什么什么 一堆有的没的东西 所以前期跟后期的东西 这些对我来讲绝对都是工作 谁会喜欢一直跟人家回信 然后来来回回再纠葛说 这个请钱多少 这个句子不要 这个句子要加 谁会喜欢做这件事情 可能你的工作上面 也有很多是繁琐的事情 对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喜欢的工作 例如说拍摄这个 我喜欢想企划 我喜欢发想创意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喜欢的工作加生活的那个是 拍摄去拍一些好玩的东西 对不对 也没有啊 想搅拌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好 那我说的是 就是在拍摄的三天两夜 完了以后 我后面前后 我就要拉出我自己休闲的时间 去回那些我在拍摄中 没办法回的戏 寄出来的工作 对啊 所以对我来说 我就是会更炸 所以我没有跟你说相反说吧 觉得工作很痛苦 我说没有 我只是我真的时间炸掉了 我真的是没有任何时间可以休息的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我要关机 然后结果 我大概自己废了 昨天我就废了十点半啊 十一点了以后 我去洗澡 我脱衣服脱一半的时候 令老板跑过来说 你觉得明天拍那个 我们可以怎么怎么拍 他很兴奋 这样怎么怎么拍 我就跟他讲说 好 从今天开始 十一月二十三号开始 晚上十点半过后 不能讲任何拍摄跟工作的事情 要约法三章 因为我那个时候 就没有意识到它是工作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改 拍摄 好反正 不要跟你讲任何的工作 对啦 可能对你来说是工作的事情 我以后会意识到 不是因为你到晚上十点半 还要再去思考那些东西很累 我就洗澡的时候 他的灵感就会大爆发 那人家洗澡的时候 大爆发的时候 大爆发的时候 我就想要写下来 我写下来的方式就是跟你讲嘛 你就自己先写下来就好了 你不要跟我讲 不然你对着Hey Siri 帮我记一下 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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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我喜欢跟你讨论一些 突然间想到有序的东西 看可不可行 我喜欢做这些 你不要半夜晚上讲嘛 好不好 我会尽量 但我不保证 我觉得还是会发生 没有 我要再做了所有 不管是情侣也好 或夫妻也好 或者是你是伴侣 等等的 你们打算一起工作 一起创业 不要24小时就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生活 所以24小时都在讲工作 这样其中一方会炸掉 或者你们就找一个 你们两个都觉得 这不是工作的工作 迟早都还会变工作 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是规定说 某一段时间 很难哪 你就是 一段时间就恢复成 我们是恋人好不好 我跟你讲上下班 我们可以谈情说爱 你不要去 我还是可以 我在跟你讲那些脚本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跟你 谈情说爱 那你有本事把一些恩爱的东西 写到脚本里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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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就是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 好不好 你一定要保留一点两个人 还是属于情侣的时候的一些时间 你可以一起看电影 那好 那如果不讲工作 你跟我讲完 不讲工作 然后但你说那个碗没洗 你可以帮忙洗一下 这可以吗 我如果工作都已经工作到10点半 你叫我11点去洗碗 我会炸掉 我也会洗啊 好好好 都我来 都我来 我承受 我刚刚才说一半 我刚刚说你还是可以保留一点时间 尤其是一起工作的情侣或者是伴侣 你可以保留一段时间是不属于工作不属于你身材工具的那些东西 不管是拍片或者是做你喜欢吃的东西等等的 就是撇开你在工作的内容 你可以去看看说我们最近可以一起去哪里玩啊或者是聊聊说去哪里有展啊或者是可以谁谁谁怎么样就聊聊一些附近周遭的八卦也好嘛 我跟你讲 我们的起头都是这样 我们下礼拜是不是可以去北海道玩 然后这个的下一句话就是那要不要拍片 对嘛 我们有一间新的餐厅超好吃的要不要去试试看那要不要拍片 没有吧看电影走不会我们上一次看电影上说 看电影不会 但是看电影可能聊一聊就说我觉得刚刚那个剪辑收发好像可以放到我们频道里 我不要我要情侣 我要男朋友 我不要摄影师 我不要老板 我要男朋友 我没有 这是我们的话题好吗 没有那是你觉得话题 我也想要一些 你说你今天好像我想一下啊 情侣会聊什么 完蛋了 你今天好漂亮哦 你一定在讲假话 你一定有求于我 怎么办呢 我就没办法 已经交往太久了 情侣一般会聊什么啊 好啦好啦 不重要不重要 好啦就这样啦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生活方式好了 我们喜欢我们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至少有话聊 是是是 唉 好累哦 聊着聊着好累哦 其实这个Podcast现在这一集呢 算是我们这礼拜最后的一个工作项目 说是工作也是聊天啊 然后我借由聊天跟工作中 小小抱怨一下 所以等一下这个Podcast下播啊 我们等一下可以随时下播 突然间没电了啊 就 啊 好啦 就这样 好 拜拜 这样 好不好 会提早 我听起来有点像是之前的直播的感觉 是 然后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讲那个 捷运的事情吗 其实我这个礼拜又回来的时候 我也是坐了捷运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父母真的很伟大耶 为什么 你看到什么发生什么事 我就是坐在捷运上 我就看到前前后后有一堆一些家庭嘛 然后我就是看到我旁边有个妈妈 她其实侧坐的很不舒服 因为她刚好靠窗 然后她已经是斜坐 就是等于说 屁股有一半是在外面的那一种 她还是挺着她的胸 挺着她的肩膀 然后让她的小孩躺在她肩膀睡 但她小孩看起来已经至少国中高中了 就是平头的男生 感觉很好耶 而且很高 那个小孩的脚超长 就是差点会 我不小心绊到的那种 然后手上 她其实还拿了小孩的包包 跟她买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边呢 是一个小孩 就是比较小啦 是一个可能三四岁的小女生 直接躺在爸爸身上这样 所以爸爸就是用手机 拿超高这样滑 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护着她女儿 觉得哇 父母真的是很伟大耶 我光看到我确实超不舒服耶 谁这样子躺在我肩膀上 我大概五分钟就把她弹掉 真的耶 就连我一定马上被你打飞 不会打飞 但是我会 你会说不舒服啦 不要用 我会在心里莫属说 是不是差不多了 是不是可以懂了 你绝对会遮我 我不会遮你 我不会那么过分 你把我想的太冷静 没有 那我现在示范一次 不用 看你看 不要在荧幕前 这边有录影 不要 对 好 不是就是如果你 就是情侣之间如果躺的话 你是不会遮或者把它踢开 弹开 但是你大概会自己 在心里默念说 好像有点酸了 是不是可以让她慢慢动了 所以你就会小小的动一下 动一下这样 你就是把她头瞧一下 可能五到十分钟 你就差不多受不了了吧 可是妈妈对于这样 像小孩子这样靠 她可以靠整趟捷运 我觉得很了不起 真爱 真的是真爱 我就想到我以前小时候 我有其实也有觉得 我爸妈很厉害的时候 你有想过吗 你觉得说哇 爸爸妈妈真伟大 我有一次坐捷运 然后那时候就是坐最长 就是淡水到心电左右 然后反正小时候就会脚很容易痠 然后车上很多人的时候 就是没位置坐 嗯 然后那个时候 我爸有把他的膝盖给我坐 哇 他怎么坐 他就是半蹲 哇 然后说坐我膝盖 你还真的坐 我就真的坐 我就坐了好多站哦 你爸也好伟大哦 没错 你爸现在膝盖 不太好了 哈哈哈 因为那一次没有啦 没有 你几岁的时候 国小吧 我猜 还有一点记忆 哇 哇 我没有想到耶 你那么皮你可以坐那么久哦 就真的很累 那时候还算小 还算可爱 还没有到那个叛逆期的时候 呵呵 我想说如果你才是国中 还就你爸的奖 我爸也打死我 打爆你耶 我是想是 我有小时候 真的是很小 大概也是国小 小一小二的时候 然后碰到 我爸在开车 刚好在红灯 就是突然间有一个人 就这样子打开后座的门 打开了然后又关起来 打开你们车的门 对 然后我们家可能 因为刚起 车子刚起步吧 没有锁 那个窗户的门 桌门 然后结果就是在停车的时候 真的就是有个人 突然就把门打开 然后但是 我就是坐在另外一头这样 但是我就看到他打开了 我爸超不爽 直接开门下来 跟那个人理论 然后就讲了说 是怎样怎样 车子什么啊 因为就小孩子在后面 其实这样蛮危险的 是啊 有可能会被暴走啊 随便开人家门干嘛 他感觉也不是 不好意思 是不小心的就对 没有认错车 不是 他就只是一种开玩笑 开一下 然后就关起来 这样子 因为还嘻嘻哈哈的 哦 好屁孩哦 我已经忘记是怎样 反正绝对不是那种 啊我上错车的那种 不是你 你常常会看错车 然后就上了别人的车这样 至少你特斯拉也包摩了以后 我就不会看错了 好对 然后我爸就是在那里 就是跟人家大声嘛 就是因为你知道 开车就是会 会这样子 叫爸爸的大声叫嚣 怎样啦 这种的 是你爸摸方向板会变一个人 你要讲的是这个是不是 不是就是会 有时候会比较焦躁一点 对 在这个时候我妈竟然出来了 因为我妈本身是一个 比较温柔 然后不会去大声讲话的人 温和 温和的人 然后也不太会发表自己的 想法跟意见的人 就是他就是很随和 但是就是对我很好相处的妈妈 他那个时候就突然出来 就是很大声的跟我爸说 好了 不要这样子了 够了可以了 这样子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这样 然后就把我爸 我爸很大力的把他拉开 然后我爸那个时候 就有意识到就消掉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妈好厉害 因为他平常不会做这件事情 他平常不是就讲话大声 或者是讲话很坚决的人 但他那时候超坚决 为什么 为什么他突然要这样子 因为他觉得要自止 不然说两个男生这样 硬碰硬的话 一定到时候 叮咕器 对你跟你妈都会有点危险 不管是怎么样都危险 而且他其实 可能两边都有一个脾气 但其实他其实是一个小事 对对对 当然对方如果先道歉 说不好意思这样就好 但对方没有 可是如果我爸的脾气再上来了 然后他叫硬碰硬的时候 其实对大家都没有事 对就会往最不好的结局走 对所以我妈那时候 竟然会很勇敢的出来 把他自止开来 而且不会怕对方 那个大哥 我也觉得 哇 我妈平常真的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要想的是一个 可能讲话轻声细语的妈妈 可能你平常讲话说 好啊都可以啊 你要吃什么 好啊我来做 没关系 我都可以这样子的 然后要下决定的时候 他可能会犹豫一下的妈妈 突然就够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这样 哇 好强哦 我觉得那时候心里就觉得 不是我爸那个英雄 我不是在说我爸的英雄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妈是英雄 我刚刚前面那一part 我以为你要讲你爸 做了一件很赞的事情 要夸奖他 结果反过来 其实你要夸奖你妈 我是要夸奖我妈 我听到我现在我才懂 不是我还要先塑造前面那个剧情 他的剑拔弩张的感觉 然后再跟你讲说 我妈的个性是这样比较温的 然后他出来 严厉坚决的制止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的 对 他就是化解了一切 然后塑造了和平 你妈是最后的那个英雄 对 然后重点是我爸还可以听了 就回来了 这是最厉害 他用了那个沙丘的那个叫什么 媚音 好了 可以了 回来 姐妹会 你爸是姐妹会的 对 应该是哦 好啦 我们进QA Sophia Lin说 No 热量赤字是一个谬误 靠着那样瘦下来 只会降低基础代谢 最后只会越吃越少 一次多马上就腹胖 这样对身体不好哦 另外体重完全不重要 重要的是体质跟肌肉量 然后最重要的影控想法 不是靠意志力 是感受 吃之前感觉一下 自己的身体是真的想吃吗 不会吃会怎么样呢 以此类推会更容易哦 大家在减肥的路上一起努力吧 好的 谢谢纠正我 就是 我们上一个礼拜啦 在聊说基础代谢率啦 然后反正吃的越少 就是越容易瘦嘛 但他其实也是胖的很快 现在照他意思说法 是啊 就是如果你越吃越少 突然间某一次吃胖 感觉好像一切都白费了 嗯 他说的那个是靠感受的话 是有点偏一点直觉 但是我觉得很难 会胖的人就是意志力不好 嗯 完了我这句话又要被骂了 嗯 他有可能有很多原因啊 我的意思是说 很有可能压力都来自于 是 那个都来自于 好 我道歉我对不起 没有啦 我太坚决的讲出了一句话 好 有很多种可能 但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就饿的时候 当我就烦躁的时候 饿的时候吐 吐完脸 我看到那边 有一个薯条 我是不是就是会想吃嘛 薯条它是五骨根筋类吧 好啦不管反正一个零食在那里好了 对啊好吃欸 对我意思是说 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不饿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我半夜可能在看影集 然后我不饿 但是我就嘴馋嘛 嗯 旁边就是有一包零食 我真的就是会忍不住想吃 对啊 就算我大脑 我其实我每次吃东西 在吃垃圾食物的时候 我都知道说 这东西会让我胖 所以他先 他说吃之前先感觉一下 自己的身体是真的想吃吗 我每次都有感觉 我知道这个不是饿 不是 是我嘴馋 但我能理解 就是你其实不吃 你也不会觉得会饿死 你不吃也不会觉得说 我自己缺乏这个东西会 但我会不开心 对但是通常就是真的感受的问题啦 就是当我如果没吃到这个不开心 或者是我不开心 我就是要吃这个的时候 就没有那个感觉 没有没有 我觉得吃东西它是这样子 它不一定要满足 呃 大部分是满足肚子 对不对 但其实它某部分也需要 可以满足到你的心灵部分 对啊 我刚刚就是这样讲 对 就是我就是想吃 对啊 所以我觉得它这样讲 OK 我可以理解 但要做到真的很难 超难 但还是谢谢你跟我说的 好 Mia唱说 还好片头换掉了 哈哈 最近看YouTube的片头 一直跟Castify广告 想יח-铃 disgraceعدام game 大家也没关系啦 反正因为那个 那个也板权 yet 轻轰炸 我们也不能用了 对啊 放弃 以后再来有版权来找我试试看 我自己作词作曲 我们现在开始会拍Edie 在疯狂的作词作曲 然后我们就上传在YouTube上面 以后如果有人用到跟我们一样的歌 我们直接检举它 我们就要当掌权帮廊 版权蟑螂啦 掌权帮廊是什么 版权蟑螂啦 你是喝醉 买到我们第一栋房子 就靠它了 Terry0711说 我每次要减肥要饮控 下一餐就破功 觉得吃这一餐吃好一点 下一餐就减肥啦 结果就 还有一次去了一次健身房以后 下一次就是一年后 我也是傻眼 Terry 我跟你讲 我们是伙伴 我也是这一种 我觉得要饮控了吧 然后就下一餐就吃大餐 然后觉得这餐吃好吃一点 下一餐就减肥 然后结果下一餐 那我吃少一点 我吃麦当劳的薯条不要吃完 我后来觉得有一个方法 是可行的 像我们每次在拍 什么一周超自律影片的时候 因为那个是拍影片 所以就逼得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成 或是一周不洗澡 这个一般人是不可能会完成 如果我今天没有记录的话 它就很难完成 所以我觉得后来一个方式是 你要告知大家 例如我要开始减肥了 你就把你的目标 直接公开给你的社群 让大家知道 因为同时你就会觉得 哇 我不能这样就失败了 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说 我要做这件事情了 对 它其实是一种宣告的作用 但有些人就是属于 我就烂怎样 像我的话就是属于 假设我现在跟大家公告说 好 我一个月后 我身材要变怎样怎样 我可能剩下28 29天 我觉得好累 我就会直接说 对 我就烂 我就没有做到 我是狗 但是我觉得 它比起你直接没有宣告来说的 成功率低很多 因为你有讲 你至少会撑更久一点点 不会啊 会啦 你要说会 真的会有用 你每次拍片的时候 你像爬富士山 你如果没拍片 你早就放弃了 好吧 会 例如我们上一次 去走那个超远的地方 如果没有拍片 你早就跟我说 我要回家了 好吧 会 如果我跟你说 没有拍片 然后一周不洗澡 第一天你就说我要洗了 谁会做这种事啊 对嘛 所以拍片你是不是就做了 你就完成了 好啦好啦好啦 那是因为我们有拍片嘛 对 所以我说相同 我在拍片的时候 我也可以说 第二天 好 对 我错了 我不行了 我是狗 我要洗澡 对 但你会至少撑很多天 你会撑到你真的快受不了 我们那时候到了第六天嘛 真的受不了才不行嘛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可以试试看 公告你要达到的目标试试看 让大家知道 然后你也可以 每天追踪自己的状态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每天早上 会去健身房 然后很早 然后他就开始写 他的目标要到几公斤 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 他在求什么 他在帅什么 然后结果就默默的这样一年 他这一年完整都有发 你说每一天都有发线洞 对 他就是鞭策自己耶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我们那个 我知道 乐格 乐格 我们那个剪头发的理发师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好吧 我考虑一下 你现在要不要讲一下 不要 我是狗 我是猪 所以如果不敢讲 就代表说他 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所以你就不要让自己有台阶下 我是猪 银河火箭具线化科兴说 我是最近刚入学的大英新生 选的科系是手工设计 因为平时很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小东西 近期我们有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作业要做 一开始的话我很兴奋 想说上大学终于可以好好来做自己喜欢试的事了 但是做作业做到一半发现 我的技巧完全不存熟 一开始想灵感时 没有去好好规划跟思考 我的作品要怎么做 所以当很长前面做了很多东西 但到最后却发现 全部都不能用要重新来过 就这样到了交作业的时间也赶不出来 虽然我只是刚入学的新生 但已经开始感到挫折了 只能拼命的安慰自己 因为刚开始所以是正常的 但心里依然很难过 也充分理解了那句 兴趣不能当专业的意思 因为不知道能和谁抒发 所以谁来找伊丽跟令了 有时候也会一边敢作业 一边听一加一电台哦 有人陪伴的感觉很好 谢谢一加一电台 好啦我要先说 他刚刚那个很中二的ID名 是我取的 蛤? 你为什么要帮别人取这个? 没有因为有 这是我的那个一加一电台的问卷 因为有些人不想要署名嘛 他虽然可以匿名 他也可以空白 空白也可以 我就觉得空白 我就会帮你取 然后你取名字还取得不错 你说银河火箭巨蟹放科兴吗 对 那是我脑袋里想到什么字 我就把它打上去 OK 好啦 我觉得不管是大学也好 或者是工作也好 都一刚开始一定会遇到这种挫折 尤其是你刚好是碰到一个 你很喜欢的东西 例如说你现在的手工设计 可是我觉得撑过就是你的 你现在一定有挫折 不管谁 谁都会有挫折 除非他是一个万中选一的手工天才 不然他一定会有 他自己东西做不好 然后没有达到大家要求的时候 达到这个学科要求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多多少少自己的挫折 但是如果你那个挫折 你把它 例如说你把这一个技能 透过半年一年的这个学期 学会了以后 他就是你的了耶 然后明年后年了以后 你再回去看你这次做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 我之前在挫折什么 我现在那些技巧超简单 我闭着眼睛都会做 就只要撑过了就好了 所以现在其实就是让自己那个难过 快速的过去 就想到我可以学新的东西 继续努力就好了 我要讲一个老掉牙的词 失败为成功之母 不过这句话我认同 我觉得是真的 因为每一次的失败 它其实都会变成你的养分 它会让你下一次更知道 要往哪个方向 你去问很多成功的人 他都一定会跟你说 我就前面失败了很多次 然后后面才做出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必经的过程 就是一定会有 你不可能要求自己 我一次就成功嘛 或者是你刚刚做第一件事情 你就会很多技巧 对啊 但是你其实可以从中间去找到 你某部分成功的理由 的原因 例如我这一次某一个东西对了 那我那个对的东西 我就可以延续到下一次 继续使用它 就像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学钢琴 钢琴的时候 它其实你是要培养你的手 还有你的乐力或什么的 反正就是你要 不可能一开始 你就会弹什么给爱丽丝啊 小奏鸣曲啊 什么布拉姆斯 什么有的没 你不可能会弹那些东西 你会弹小星星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双手开始 两只手弹不一样的东西 就好棒棒 但是通常很多人就是会在那个双手 那些都还是养分而已 嗯 说真的 我觉得那个成功的定义真的很难讲 你问成功的人 他可能也不会认为自己现在是成功的 他只是觉得还在往前走 因为成功代表说你不用再往前了嘛 你就停了 嗯 我其实不希望有这一天啊 嗯哼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正在 呃 往你自己喜欢的地方买紧 这样就够了 嗯 好的 下一个CC说 我也是跟一粒一样 是那一种耳朵会一直打开 听别人在讲什么的人耶 哈哈哈哈 还会和身边的人分享刚才和那位路人说了什么 如果这个时候我身边的人跟我一样也在偷听 就可以聊起来的话 我会觉得啊 你也是这样人哦 我就会很兴奋耶 另外 我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我会开我的相机放大 然后去拍坐在我前面的软的手机页面 这个习惯我觉得超不好的 但我真的会很好奇他们在看什么耶 哈哈哈哈 这是不是应该要投一力告解式呢 哈哈哈哈 没错你给我好好告解 跟删掉你现在这个坏习惯 我觉得前面那个听啊 他像是呃 没办法 因为你耳朵关不起来 对 你就是人家就 你只能怪他 他就是讲那么大声 他就是进到我耳朵里 我就没办法 其实我不想听 但是我就听到了 嗯 但是你后半段那个就是故意的 哈哈哈哈 你那个就是罪犯 你就是刻意 明明你看不到 但你还要开起手机 然后在那边看人家的画面 然后当作你一个笑话 或是一个 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情姿 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因为有点不太对啦 你等一下私讯我 你在看什么吧 然后让我知道一下你的照片样子 我会记得你这个人 我以后会离你远远的 你好坏哦 我就很怕这种人 为什么你平常都看见AA的哦 视野没有 但是我会不希望我身边是会有在关注我手机的人啊 我们一般可能看到 像我自己好了 那就像是 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我进小便 去那个南侧 要上小便池的时候 男生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我们的视线会缩短 缩窄 会缩在只有自己的生殖器官 这样讲好难听哦 缩在自己的鸟尿上面 你旁边的视野其实会一片黑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旁边的人 他是放开视野在看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嘛 所以你觉得他现在就是偷拍人家的手机萤幕画面 然后再去看人家看什么这件事情 就像是在上小便池的时候 会看别人鸡鸡的人 你说他会偷拍你鸡鸡 然后放大看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好不好 请你戒掉这件事情 戒掉戒掉 这很糟糕 我必须说 这个不好 这个真的不好 我会害怕 不要这样好不好 不要这样 有这样的习惯的人也劝你戒掉 好啦就这样 今天就这样啦 好啦感谢各位听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